女人准备致辞 角落的人突然大喊你是我的神 瞬间全场氛围被东恩带动起来 可笑霸脸色僵硬 因为这是被他霸凌过的女人 而这片颁奖场地 便是当年霸凌东恩的体育馆 时隔15年东恩嚣张出现在他面前 无疑就是想让笑霸身败名裂 和他一样一无所有 颁奖结束后 笑霸气愤地扔掉手里的鲜花 快步走到东恩面前 二话不说给了大嘴巴子 正准备继续输出 被施暴者一号拦了下来 笑霸才恢复了理智 恍然大悟东恩肯定一直在盯着他 大声质问东恩要做什么 一号赶紧按住笑霸防止他乱咬 说这里不方便动手杀东恩的 外面都是人 随后假装绅士 代替笑霸刚刚的施礼道歉 说笑霸心智还是个孩子 请多多理解 东恩嗤之以鼻 说你们感情可真好呢 一号见东恩并没有给他脸色 开始嘲讽东恩以前黯然失色 如今变得五彩缤纷了 东恩先刺激叫霸 说一直都在看笑霸的节目 还经常评论区留言呢 姐姐不会生气吧 然后回怼一号 你不是没见过五彩缤纷的世界吗 东恩显然是戳中了一号的痛点 因为色盲是他最不愿提及的缺陷 接着东恩一副胜利者姿态转身离去 留下有气没地撒的施暴者们 晚上一号依旧气得没能缓过来 转而把气撒狗腿身上 还让狗腿去调查东恩 殊不知狗腿已经和东恩合作 狗腿赶紧装傻转移话题 问一号莫非和东恩打扑克了 惹得一号一顿臭骂 这时一号约的牌友到了 狗腿借机离开 避免一号察觉异常 然而牌友正和一号花钱跃下 结果因为染红发肌怒了他 一号天生就是色盲 红色在他眼里就是绿色 只要有人提及他的缺陷 他便会让那人不得好死 这天 一号的贵宾带着父婆来俱乐部办会员 结果父婆看见风流的一号 便嗤之以鼻 完全不把一号放眼里 吐槽一号哗众取宠 一号刚被东恩气得不行 现在又来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一听父婆是孝爸的婆婆 他得罪不起 只能忍气吞声 短短一天 一号就吃两次瘪 殊不知他的晦气还在后头 女人一秒从太阳赶到地球 只为见女儿的新班主任 班主任正是曾经被他霸凌过的东恩 他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偶然 东恩这是要从女儿入手向他复仇 这让孝爸觉得真荒谬 没想到被霸凌者还敢出现在他面前 问他想干什么 东恩来了剧 你是我的梦想啊偶像 这让孝爸想起东恩退学前 曾找过他 说后会有期 没想到他还真做到了 嘲讽他一路走到这一定很辛苦吧 东恩说很有趣啊 气得孝爸大骂你咋不去死 东恩也不示弱 死了岂不是便宜你了 在这之前 孝爸接到女儿电话 女儿说今天换了个班主任 还说是妈妈的朋友 孝爸傻眼了 这个班主任正是被他霸凌过的东恩 曾经把卷发棒烫的他满身伤痕 把他逼退学了 然而东恩不但自学考上大学 还成了女儿班主任 来到教室第一时间就是定规矩 无论学生的家长是什么职业 无论家庭有多有钱 无论家长有多少人脉 都不可以欺负同学 如果谁敢违反规矩 家长再有能耐统统不管用 必须滚过来跪地求饶 东恩说规矩的时候 眼睛一直盯着孝爸的女儿 孝爸本想震慑东恩 没想到反而被气得半死 一文不值的女人在这装模作样 就在转身离开时 收到了高中班主任领和范的消息 孝爸不可思议地看向东恩 第六感告诉他这一定是东恩的手笔 就在几天前 东恩去拜访班主任 明知他花粉过敏故意送花给他 差点让班主任提前领盒饭 还在他面前和儿子套近乎 气得班主任拿花抽打东恩 还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注意 儿子赶忙把班主任送回屋内 问东恩这是怎么回事 东恩说要把班主任做的丑事 发到教育厅官网 这样你的饭碗也就没了 虽然你是无辜的 但是曾经的自己也是无辜的 儿子听完吓坏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屋内摆满了各种鲜花 只有父亲领盒饭了 他的饭碗才不会被影响 很快 班主任因为哮喘倒在了地上 等到救护车赶来 他已经凉透了 校霸此时终于意识到 东恩不是装腔做事 他是真的来复仇的 如今站在这的是牛骨路东恩 这可把校霸气得炸了 第二天 东恩和高中唯一关心他的校医见面 校医发给他一张东恩同学的照片 同学也是被校霸他们霸凌过 但他没有挺过来 年纪轻轻便离开人世 虽然被警方判为自杀 可东恩当时就在事发现场 亲眼看见校霸把同学推下楼 东恩找韦索南 要了施报者二号和三号资料 其中就是二号买面粉的账单 还有三号男朋友的信息 作为交换 告诉了韦索南来钱快的方法 去太平间 那里有他想要的东西 等到韦索南找到后 发现居然是同学的停尸柜 这可让他惊喜万分 连忙询问凶手是谁 东恩给了他一张学生名牌 这是同学坠楼师手里握着的 名牌上正是校霸的名字 韦索南开心极了 他要去找校霸勒索十块钱 东恩不在乎韦索南要勒索多少 得到的钱他一分不要 只不过要让校霸亲口承认自己是凶手 而校霸每天都焦急地在家里等女儿放学 女儿一回来 他就立马去问有没有被欺负 听到女儿说没有 悬着的心裁放下 但校霸怎么也不可能想到 东恩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女儿 而是他喜欢夏威奇的财阀老公 女人遭到霸凌 为了给自己报仇 他决定破坏校霸最在意的家庭 女人和老板下棋一局一个亿 凭借他精湛的奇迹让老板苦叫连天 成功引起了财阀的注意 财阀被东恩奇迹和颜值吸引 不自知地落入东恩的圈套 第二天 财阀又来到围棋馆 却没看到东恩身影 内心失落准备转身离开 这时 他朝思暮想的女人从眼前经过 财阀赶紧抓住机会 心满意足地输给了东恩十个亿 为了多了解东恩 问他做什么工作 东恩的回答却意料之外 找单纯的男人去骗钱 伤他们的心 财阀越发对他感兴趣了 第一次见到这种性格的女人 对东恩目不转睛 这时两人四目相对 财阀后知后觉自己又输钱了 眼见东恩要走 立马挽留说再来一局一百亿的 殊不知自己已经越陷越深 之后两人在便利店聊天 财阀表示以后还想和东恩下棋 还递上了名片 东恩故意没有答应 这反而更勾起了财阀的兴趣 财阀不知这是东恩的计谋 东恩也不知此时被别人偷拍 第二天课上 校爸女儿和同学争论樱花的颜色 同学说樱花应该涂红色 女儿却不涂 东恩过去调解 发现校爸此时正在门后盯着自己 东恩借机故意把剪刀架在女儿肩上 吓唬一下校爸 果然校爸急了 一下课就找上东恩 让他随便开家 只要能离开这所学校 永远不会再出现 还说那是陈年往事了 没必要让他道歉了吧 东恩表示他不需要道歉 隐忍大半辈子 怎么可能只是为了道歉 当然是要校爸得到报应 接着吴氏叫爸 拿出了女儿的话 表示已经知道女儿是色盲了 校爸立马慌了 因为色盲是遗传病 财阀并不是色盲 女儿其实是和一号偷吃生下来的 面对东恩的威胁 他有火却不敢发 校爸连忙找上校长 想通过贿赂让东恩离职 可校长无能为力 说东恩是理事长亲自安排的 这让校爸傻眼了 东恩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他安排女佣跟踪理事长 得知理事长和自家男司机有一腿 接着东恩拿到证据威胁他 只为了可以到学校担任班主任 理事长为了保住名声 不得不配合东恩 与此同时 女佣在机场里偷偷调包了三号手机 等到三号察觉不对劲时 手机已经到了东恩手上 里面全是三号和后宫的合照 接下来东恩要大开杀戒了 二号此时正在教堂里拜如来佛祖 结果一抬眼 发现东恩正在不远处盯着他 瞬间察觉不妙 果不其然 等到二号离开教堂后 东恩提着麻皮带找上了他 二号嘲讽卑贱的人不配来尊贵的地方 东恩不但不生气 反而很好奇二号真的信会有神仙吗 二号说他亵渎神明 赶紧向神明道歉 东恩说神明不介意的 这可激怒了二号 东恩不但不示弱 反而说二号要下地狱了 气得说东恩是稀了吗 东恩说稀的人是你 二号惊恐地看着他 很显然东恩已经知道二号买面粉 而且靠猥琐男拿到了账单 东恩把袋子丢在地上 让二号十天内用美金把袋子填满 二号哪受过这种气 让东恩别不示好歹 东恩不带怕的 一把抓住二号头发 把他甩到一旁 因为二号长期稀的原因 头发轻易被扯下来一大把 东恩说还没胁迫二号就急了 轻烈地吹掉了手里的头发 解决了二号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 这一号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